今天要介紹的是七龍珠新的 阻力式的超級賽亞人士 孫悟空 那我們直接就來看看 實體 跟達爾一樣 都做得非常的不錯 不僅頭髮的細節 有做出來 尾巴當然是不可以缺少的 重點是 跟貝基達一樣 超級賽亞人士 眼睛這一圈周圍 都是紅色的 真的做得非常的 有傲氣 張嘴的臉部表情 也是相當的帥氣 手肘 不僅手肘關節可以轉動 不僅連手臂 這邊 都可以 轉動 所以可動性相當相當的好 那尾巴也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微調 那至於悟空的鞋子 就不用 自己再貼貼紙上去 這是非常方便的 一件事情 因為貼貼紙有時候真的還滿麻煩的 悟空臉部的特型 後面 那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 悟空的 鞋子腳底 原本 是這種白色 當初David 一直以為是 零件有 付錯 是黃色 怎麼卡都卡不進去 就是這兩副 後來發現 悟空的零件 其實多了很多 這都是超級賽亞人 的配件 那可能是在 射出模型的時候 廠商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這些零件都 一樣 沒有拿先拿出來 沒有去掉 所以大家組裝的時候 可能要 注意一下 老實說 David覺得 貝吉達跟悟空 做出合體的姿勢 要跟說明書上百分之百的一樣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有人成功的話 很麻煩跟David說一下 說明書上的合體 竟然是 上下手 的手指 都可以碰在一起 那David怎麼敲 上面這個 的手指 幾乎就是沒有辦法 弄在一起 下面是還可以 所以 說明書的合體姿勢 就當作參考看看 這隻超級賽亞人4的悟空 David給評價 也是跟貝吉達一樣 是7顆星 那唯一沒中不足的就是 真的真的 David試過 沒有辦法完全的 擺出 兩個人合體的完美姿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Line Peace 掰掰